诶 萧奈 那个站在柳树下的人 是萧奈吗 啊 真的是萧奈 她怎么会在这里 看样子 她也在等人 谁这么有面子 居然让萧大神这么等 怎么有种眼熟的感觉 肯定是错觉 她干嘛一直看着我 难道萧大神 知道我是寄存机系的 所以找我多看了两眼 这个想法比较合理 那 要不要跟她打个招呼呢 毕竟是同一个系的师兄 可这样做 会不会 被当场搭讪啊 我会不会 肖师兄 好巧啊 这么沉不住气 直接走过去就好了 打什么招呼啊 现在变冷冻了吧 破晓 我在等你 我 奈何 是我 幸好 幸好没买那双细膏跟凉鞋 否则我现在 跟你已经被吓得连鞋根都裁断了吧 奈何萧奈 萧奈奈何 奈何萧奈 萧奈奈何 这奈何怎么会是萧奈呢 你提金交卷了 差一点 又让你等 你说决赛的事啊 没事的 他真的是奈何吗 走吧 先去吃饭 一会儿那边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奈何出现 如果萧奈就是奈何 这一切 也太不真实了吧 薇薇 你吃不吃鱼 薇薇 谢谢师哥 谢谢师哥 薇薇薇 江阿姨不会说话 不过做的菜味道很好 我父母不善下厨 小的时候不是在食堂吃 就是在这里 小时候 还有什么需要吃的吗 不用了 这么一大盆汤 能吃完就很不容易了 这个汤里面有猪药吗 嗯 上次吃货 我父亲在这里盯了半个月的 穿胸天马盾鱼童 给我补脑 肖教授啊 我还选修了他的课呢 有没有睡着 虽然他的课学术了一些 但是还好啦 其实他讲过一些他们考古的经历 还挺有意思的 我也选过他的课 你不用勉强为他说话 是啊 有一次我就坐在你旁边 知道 知道 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大神眼里 犯人果然好好存在的 大神 大神不会是自己吃多了 所以扔给我吃吧 不对 大神兔怎么会做这么阴险的事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 好安静啊 我又要不要说话 现在的小难 和网上的奈何 又不太像了 还来 好像更有距离开了些 还是算了吧 听说肖奈的爸妈 都出身书香门第 说不定有什么吃饭 不能说话的规矩 多说多错 我还是保留实力 留待将来吧 没错 安全地 我还是吃鱼吧 多喝点 多喝点 对不起 大神的手机铃声 居然是女贼抢亲的配乐 难道大神 很怀念被抢的日子吗 老三 早上呢 今天告别赛你还来不来啊 不是七点吗 时间还早 早早过来呗 大家都等你热身呢 你现在干嘛呢 赶紧过来 有事 有事 什么事啊 咱那活你不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吗 你现在干嘛呢 约会 约会 来 老三 你在约会 待会儿 待会儿 我问他愿不愿意 我们系大师的篮球告别赛 去不去看 一会儿我带他过来 来哦 来 车吧 嗯 多吃点 不着急 好 一会儿我回家拿车 然后一起去 大神家 就在这儿附近吗 原来大神不止骑白马帅 鸡自行车也这么帅 上车 等一下 这个 这个 你带我啊 这么远的路难道走去 你带我去篮球馆 这样 这样不合适吧 别人看到 会误会的 误会 误会我们是 这种关系 我们什么时候不是那种关系了 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成那种关系了 虽然我也很想成为那种关系 但是绝对不是这样成为那种关系啊 可是话又说回来 当初我就是打着搞定大神的主意来的 现在圣机版大神这样放话 我不接受岂不是很吃亏 接受很吃亏 不接受也很吃亏 这到底怎么回事 停停停停 不想了不想了 不要跟着大神的话走 这是没活路的 就当没听到 把它当病毒隔离 对 还是骑车吧 走路去 说不定遇见的人更多 自行车速度快 说不定在别人 没看清我样子的时候 蹭量一下就过去了 其实我的车技还不错 所以你的表情不用这么大 视死如归 我的表情那么悲壮吗 好想能看到 你嘴角微笑 最好再下一秒 好想能听到 你轻声歌唱 最好再下一秒